用镜头对准这个城市 你会发现压力在每一个地方生腾 工作进度 业绩压力 孩子学业 上下班堵车 当你真正融入这如高压锅般的城市生活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 在自己的车里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我是喵儿这辆车呢 是被称为地表最强的高阶自驾的 吉胡Alpha S先行版 它是全球首款搭载着华为Hi 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量产车 也是全球首款支持城市道路 高阶智能驾驶的量产车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标件 就是通勤焦虑的减压神器 而今天呢 我们不谈激光雷达 超强算力这些专业术语 而是以个拥护的身份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这一天的整个的工作流程 而这辆的吉胡Alpha S先行版的 是如何在我的整个工作过程中 给我解压放松 让我变得安心的 喂 张总 您上午好 您看您今天中午有时间吗 咱们一块吃个饭 顺便我给您汇报个工作 行 那你来吧 好嘞 行 那我十二点到您那儿 行 张总再见 好嘞 好嘞 你好 小狐狸 主驾你好 导航到旺京SOHO 选第几个呢 第一个 没问题 已为你规划前往旺京SOHO的路线 开始导航 身处职场 一边开车 一边多县城处理工作 拍访客户是大家经常遇到的情境 这种情境啊 本就危险 如果再遇上堵车 那真是心烦意躁 脚腕子也是酸痛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呢 开启几乎αS先行版的程序 ROCC车道巡航辅助 你的整个的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啊 一下子就被抹平了 智能巡航辅助已激活 开启ROCC以后啊 车辆可以自动紧跟车流 程序ROCC车道巡航功能呢 支持自主巡航 自主跟车 拨杆换道 并到分道会入会出 大车风险避让 城区标准路口执行 你好小狐狸 你好 关闭车窗 好的 我想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收到 玩完的堵车呢 交给几乎αS先行版 而我们呢 可以抚平焦虑的心情 专心的去思考 接下来的工作 以使用代客博车可用区域 这个车呢 在近期的第五次OTA中 新增了AVP代客博车辅助功能 这个功能啊 对于地下停车场来说 简直是游刃有余 现在呢是11点33 时间刚刚好 我先去上面点餐 结束中午客户的拜访 下午继续回公司开会 改方案 单人单车的午后啊 是最让人困倦的时刻 尤其是一个人 跑高速开长途的时候啊 极其危险 而且一不留神就错过路口 这个时候 几乎αS先行版 是如何让我们安心的 呢 你好小狐狸 我在 把空调调到最低 好的 空调温度调到最低了 我想听比较激情的音乐 收到 在动感的音乐节奏下 人也变得清醒 同时我们让车辆进入NCA 制驾导航辅助模式 程序道路如此复杂 几乎αS先行版都能搞定 高速路康带他来说呀 更是游刃有余 智能限速 导航换道 超车换道 汇入汇出 标准路口通行等功能 时期可以自动超车 自动上下扎道 自动风险避让 遇到大车时啊 车辆会保持安全车距 将我安全带到高速出口 尤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呀 对于便道超车是非常胆怯的 但几乎αS先行版 遇到前方半车的情况 系统会自动识别进行便道超车 超车时呢 还伴随着加速 有点老司机的样子 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 我时常会去思考 高阶智能驾驶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用户是否真的去需要 这个高阶智能驾驶呢 通过了今天的这个一整天的 切实体验 让我有了新的认识 我认为好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不仅智能 更会无限接近于人 不突兀很安全 就像一位老司机一样 不仅帮我们缓解了出行压力 而且让我们的出行更放心 更安心 而几乎αS先行版的高阶智驾系统 就是这样 它可以让你把路途中的 驾驶烦恼交给它 把更多的路边风景和自在体验 留给自己 轻松赶路 告别焦虑 让几乎αS先行版带你去感受路